那你准备了什么题材 我其实想象的是 两个上班族 上下级关系也好 或者是同事关系也好 就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第一集一上来 就是两个人 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直接就分手了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想演校园的 对 难道你要演高中吗 其实我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因为我其实长得 还是蛮娴小的 我也不嫌老 我也是 我可以演校园的 我一开始我就是 有好多男生都喜欢我 然后你就是那个 默默无闻 特别不起眼的那个 然后你经过你的不幸能力 然后打动了我的芳心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怎么样这个剧情 终取到一次我把你给帅了 所以我实在是不爽了 我说这个女的 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这样子也是 那我觉得你之前的感情没有成功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什么原因 那你谈过恋爱吗 你谈过吗 你这么想 那你 那我觉得你到现在诞生也是有原因的 我那是不想 我要是想的话分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也是不想 我也是不想 我都是 郑珍在网上看过《功略》 看了很多本小说的人 我也看很多《功略》 还有很多视频 我都看了 我也看了 我也看了